那首先的話呢,我們需求是這樣 我們待會是希望可以把那個A欄裡面的資料提取到B欄 那你可以看到B欄已經有資料了 那在上面這邊已經先示意給各位看 其實就是把什麼 把那個A欄裡面 它只要是有刮弧 刮弧裡面的資料把它提取到B欄的地方 那做法當然蠻多 當然最快最有效率的方式是直接賺寫VBA程式 可是當然如果你不會寫VBA 或者你Esser裡面的函數你也不熟的話 當然你只能突發鏈鋼 那突發鏈鋼當然就是用眼睛看 然後用滑鼠點 然後Ctrl C Ctrl V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想要避免用那個 我剛剛講這種C Ctrl C Ctrl V 的方法 完成工作的話 那你勢必你要想出 在Esser裡面有沒有什麼更快速的方法 那當然不外乎 我們待會需要做的 第一個就是想出 用插入函數的方法 在這個上面 也許你可以先採設一個公式 把這個刮弧裡面的資料把它提取過來 OK 那可能會面臨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我怎麼知道這個刮弧的位置 那把刮弧的位置後面的字 到後刮弧的位置的前面的字 把這幾個字提取過來 OK 那這個是一般性的狀況 是有刮弧的狀況 但是呢 上面這個儲存格是沒有刮弧的 哇那沒有刮弧怎麼辦 所以如果沒有刮弧呢 你可能就要做另外的儲式啦 OK 那用什麼方式做是最快的 當然我們未來 除了用插入函數 用函數的方式之外呢 我們還可以用什麼 把它變成VBA OK 或甚至你可以用路是聚齊的 前面有沒有講過 把它變成像按鈕 按下去它自動就完成 按下去也許自動清除 OK 那大概方向是這樣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啦 我們還是先從那個函數裡面來看 那函數大概會用到幾個函數 你會不會把它感受自己好了 你會發現 其實原來上面就已經有公式 那請各位把它刪除掉 那我只是說 先讓大家知道 這一題哦 如果我們用那個 Essale裡面的函數的話 可以用幾個函數可以做出來 第一個的話用Find函數 OK 那Find這個函數呢 它主要的用意是找什麼 找有沒有刮弧 有沒有 前刮弧有沒有 有的話呢 它會告訴你說 它是在這個字裡面 這個儲存格的字裡面的第三個 跟第九個 那我只要把第三 減掉第九的下一個 再減掉一的話 就可以取得 這個第三屆冠軍的總共字數 那我在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像什麼 文字函數嘛 用切中間的Mid函數 所以第二個用Mid函數 可以把資料再提取過來 但是呢 會有個問題 如果裡面沒有刮弧的話 所以呢 如果沒有刮弧 Find函數會發生錯誤 那如果有錯誤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ifl這個函數呢 把它過濾掉 所以呢 會用到總共有三個函數 除一是Find函數 二是Mid函數 第三的話呢 是ifl 那它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變成一個公式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那該什麼做呢 我們接下來 來看一下 那我除一呢 把這個拆解 因為其實這一串公式 如果你要一次全部做完 它太困難了 OK 所以通常的話 我會分三階段完成 第一階段就是 先用Find函數 第二階段用Mid函數 第三個才是ifl 所以會有三個步驟 那我們來看一下 該如何利用這三個函數完成 OK 那首先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Find函數非常重要 所以我把這個範圍 這樣delete掉 那接下來 我如果要做練習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游標放在B3 為什麼呢 因為B2裡面沒有刮戶 沒有刮戶 你要Find的話 一定Find不到 所以我們把它放B3 可能會相對是比較理想 OK 然後把它先放B3 游標先放這裡 第二個的話 插入函數 那接下來找到呢 那個Find函數 在哪裡呢 在文字類裡面 因為Find的話呢 它其實作用就是 在文字裡面 幫你找哪一個關鍵的 這個 哪一個 比如說字或者符號 那你可以找到那個文字類裡面 也會有一個Find函數 所以特別說 插入函數裡面 找到文字類裡面的Find函數 那你可以看到底下 它會有1 2 3 三個參數 意思是說 FindTest 你要找什麼 第一個我要找錢刮戶 第二個問題是 VisIn 去哪邊找 在這裡面找 所以你分別給它 它需要 第三個 STAR NUMBER STAR NUMBER 是從哪個字開始找 那如果你不給的話 就從頭找 那我們從頭找 所以第三個參數是可以把它忽略掉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分別給它 它需要的三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個的話 找錢刮戶 那錢刮戶 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話我直接給它一個錢刮戶符號 那當然你會發現 這邊應該是半型的 因為它這個看起來沒有很寬 所以應該是半型的 所以我就直接不需要切到那個中文模式 或者它就會等於半型的 然後你移開它自動會在前後加上雙引號 OK那FindTest這個參數蠻貼心的 會自動幫你加 所以你可以自己加也可以啦 如果你懶得加的話 它會自己幫你加 那VSIN的話是說 在哪邊幫你找 在這個儲存格 A3裡面找 所以你會發現 你如果給正確的這個錢刮戶 然後再給A3的話 你會發現它跟你講 得到的是3 意思是說第三個字啦 OK喔 找到了喔 OK 那並且的話 可以再第三個字 那STAR LUMBER應該會從頭找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空白 不加 沒關係 按確定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公式 那得到的是3 可是3還是離我們要的結果 還是有一段距離 另外的話 順便講一下 你如果往上填滿的話 因為上面沒有什麼呢 沒有錢刮戶 所以會發生什麼 錯誤 只要是在ECL裡面 看到緊開頭的 一律都是錯誤 什麼錯誤呢 意思是說 你不是叫我幫你去Find錢刮戶嗎 那為什麼裡面 資料裡面並沒有錢刮戶 所以它會給你一個錯誤訊息 就是 錯誤訊息 你給我的Value是錯誤的資料喔 OK 它意思表達這樣 錯誤了 因爲什麼原因 OK 原因是因爲你給我錯誤資料 爲什麼錯誤 裡面沒有刮戶啊 OK 所以它會跟你講說 找不到這個東西啦 OK 好 那沒關係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進入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的話呢 其實就是在把這個公式 Find前刮戶一直到後刮戶的位置 把它這個公式剪下來 為什麼第二階段我們要Mid OK 那Mid怎麼做 把它剪下來 OK 再來的話 插入那個Mid函數 Mid函數在哪裡 一樣是文字類 OK 裡面的話 我們前面有用過 Mid函數 M開頭 那一樣會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你的文字在哪裡 在這裡 A3 你幫我A3裡面切資料喔 那第二個問題是STAR NUMBER 幫我從哪一個資料開始呢 從那個前刮戶的位置 但是我要的是從D有沒有 可是刮戶是第三嘛 那我應該是第四啦 所以怎麼樣 加1就可以了 OK 接下來的話 那我要LUMBER CHARGE是幾個字 當然你這邊的話 你也不可能用 那你不能輸入5啦 如果輸入5 當然會 這個地方是OK的 可是如果你上下填滿的話 那會發生一個問題 後面怎麼有刮戶 這邊又有多 為什麼 因為有的只有三個字 有的是四個字 有的是五個字 所以 變成說你這個地方 最後一個就不能給固定的長度 那我們要怎麼去算這個字數啦 當然呢 我們就必須什麼 找一下後刮戶的位置 有沒有 然後呢 再減掉前刮戶的位置 其實應該是減掉呢 前刮戶的下一個啦 從這個 應該這個算出來是第九個字 這邊是第三個字 那實際上它只有五個字啦 所以主要是什麼 從這個三的下一個 所以應該是減四才對啦 應該是減四不是減三 所以多減一個 三減一 然後 所以呢我們可以 那我怎麼知道那個後刮戶的位置 其實蠻簡單的 你可以拿什麼 拿剛剛這個 find前刮戶的位置 豆點A3有沒有 複製一下 把它貼過來之後 我一定要改一個地方就可以了 改什麼 改這裡嘛 本來是前刮戶 你把它改後刮戶就好了 欸 出現九了有沒有 然後九 所以我再把它怎麼樣 減掉的話 減掉 剛剛的前刮戶的位置 那它就出現六 因為九 減掉 三 得到六 那因為呢我要從後面這個字開始算 所以再減一 就讓它往下 所以這邊記得多減一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得到第二階段 的那個答案了 我們按確定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它得到的就是我們要的 那我們把它向下填滿 你看 你會發現呢 它就不會有剛剛多出刮戶的問題了 為什麼 因為它就剛好算前刮戶的位置 後刮戶的位置 欸 那就OK了 那 不過呢 最後還是有一個部分還沒完成 哪個問題 欸就是這個 這個 Value錯誤 那一般是這樣啦 理論上裡面沒有資料 那沒有刮戶 你就不要去切割啦 OK 那當然你不能說 老師那我之後用delice好不好 其實那delice的你 如果資料一多 那你要切很多 那delice很多 那當然我們就不希望你這樣 所以喔 最後你必須要再選一個 叫做ifl 如果錯誤的話 該怎麼辦 所以呢 我們一樣齁 來這位我要往上填滿好了 填滿到這裡 OK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也可以往上填滿 也可以往下填滿 那填滿完之後的話 如果將來喔 你們看到 假如你的資料裡面 會有這種緊開頭的 那後面不管什麼啦 只要是緊開頭的資料 假如說你希望把它過濾掉的話 也就不要讓它出現的話 都可以用一個函數 叫做ifl OK 那ifl怎麼做啦 一樣齁 特別是一 請你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不包含等號的部分 所以這張請各位熟練一下 蠻好用的 減下 然後再來怎麼樣 在插入函數裡面呢 就改成 類別的部分 改成邏輯 不要是文字齁 改成ifl OK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它會兩個參數 第一個是value 第二個是value ifl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要做什麼處置 那我們就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請你把剛剛減下的公式貼到value 貼上 記得貼對 就沒有問題 然後呢 讓它判斷一下 裡面是不是有沒有緊字號開 如果有的話 該怎麼做 所以底下value ifl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呢 你會看這個地方 這個儲存格呢 就真的是有錯誤 那如果有錯誤的話 我不希望讓它顯示這個東西的話 意思是幫我清除掉的意思 清楚還記得吧 清楚的話應該在這邊放什麼呢 其實跟vpn那個概念一樣 請你放兩個雙引號 表示說呢 幫我清除掉的意思 意思是 如果喔 裡面只要有這個緊字號開頭的 任何錯誤訊息的話 緊什麼緊什麼 那就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清掉的意思 OK 所以ifl 最後是希望怎麼樣 有沒有 把它清除掉都OK 好 那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呢 這一題就大功告成了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挖符就自動帶過來 那 這個部分的方法喔 蠻多地方都適用的喔 也就是說其實以後 你們應該在未來 可能在以色列有應用 常常會遇到那個資料裡面的 某部分資料是你要的 欸 那你可以用什麼 用fine fine哪個頭 fine哪個位 把中間資料幫我搬到另外一個欄位裡面 那你要做報表喔 才有辦法做 不然的話 你變成要突發練剛 那很多人不會這個方法的話 哇 那就真的很浪費時間 一整天都來做這些事就好了 而且這資料現在都是幾萬筆起跳的啊 然後那幾 像這個我們現在練習只有九筆 怎麼可能只有九筆 那九筆用手動一下就好了 可是如果是九千九萬 甚至是九百萬筆的話 哇 那你一定要學會用 對的方法喔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fine mid跟evella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 同樣的那個 相關的參考資料喔 如果你在一下 程度沒有那麼好 跟不太上的同學一樣喔 請各位自行到雲端白板裡面喔 去找到那個文字與資料函數裡面的 剛剛那個是一百五十一的齁 其實全瓜五十萬 好 試試看喔 OK 所以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啦 OK 而且未來 滿多地方都可以這樣用喔 因為如果你不會這樣用的話 我說真的 你將來要整理資料 那是一個大問題啊 OK 那 你如果連最基本的這些 這個函數都不太會用的話 那 當然更不要說 你將來要用一些複雜的方法 OK 試一下喔 OK